第十六章 举箭非彼 几样的问案 问白基拉和阿居拉案 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宫 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道外 不但我感谢他们 就是外邦的宗教会也感谢他们 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案 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 他在阿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 又问玛利亚案 他为你们多受劳苦 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牢的 安多尼古和尤尼亚案 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 也是给我先在基督里 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 暗白利安 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宫的 以拜奴 并我所亲爱的 是大古安 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 阿比利安 问阿里多部家里的人安 又问我亲属 希罗天安 问拿其数家在主里的人安 又问为主劳苦的 土菲拿是和土富撒是安 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 比息是安 又问在主蒙简选的老夫和他母亲安 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又问阿信祈祷 佛勒干 黑米 巴罗巴 黑马 并与他们在一处的 弟兄们安 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 尼利亚和他姊妹 同阿林巴 并与他们在一处的 众圣图安 你们亲嘴问安 彼此冒要圣结 基督的众教会 都问你们安 放被背道者的诱惑 弟兄们 那些离间你们 叫你们跌倒 背负所学之道的人 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 因为这样的人 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 只服侍自己的土福 用花言巧语 有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你们的信服 已经存于众人 所以我为你们欢喜 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 在恶上如絕 似平安的上帝 快要将撒旦 踐踏在你们脚下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尝和你们同在 与我同工的提摩泰 和我的亲属路求 耶孙 所西巴德 问你们安 我这代不写信的德雕 在主里面问你们安 那接待我 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 问你们安 城内管银库的 以拉刀和兄弟 豁土 问你们安 唯有上帝能照我所传的福音 和所讲的耶稣基督 并照永古隐藏不然的傲辟 兼顾你们的心 这傲辟如今显明出来 而且按着永生上帝的命 直纵先知的书 指示万国的文 使他们信服真道 愿荣耀 因耶稣基督 归与独一传字的上帝 直到永远 阿门 阿门